哈 你觉得他会喜欢哪一个咧? 我觉得他会喜欢这个混搭的 你确定他国家没有这个口味的咩? 就是因为他国家没有这个口味啊 我们这里混搭文化他喜欢的 可是我不能乱选哦 我要确保他会有经验的感觉 一定会经验 马中建交五十周年 我们请到一个在马来西亚这个混搭文化的中国国主 哇 比我们好像更了解马来西亚 是啊 我们有GG 我是一个生活在马来西亚的东北人 有人说这个国家很包容 汇集了各个种子 来了就是大马人 而我新生的马来西亚是个dreammaker 一个可以造梦的国家 在来马来西亚之前 心里是没有理想家园的样子 直到我成了在吉隆坡这个城市的松弛氛围后 终于找到了答案 在这里我可以和整个城市对话 可以一边看着金融中心震撼的景色 一边漫步在拥有15万种植物的空中花园 豪华的设施给我带来的是高品质的生活 伴着舒适的气候 我可以感受热带雨林的度假氛围 生活在这里 中文就能日常社交 随处可见的华人与中国美食 让我找到了国内的新现代 我想第二家园 应该是对马来西亚最好的城市吧 在大马 喂大马 这就是马来西亚之美 所以GG你在马来西亚多久了 一年吧 马上还有十天 就一周年纪念 我真是庆祝你 祝福年纪念 谢谢 那个时候我是看到你的小红书 然后你是说三十岁 我一定要做一件大胆的事情 为什么大胆的事情会是来马来西亚 第一个大胆可能是辞职吧 裸辞 对裸辞 你本来是一名老师 对 其实你在来马来西亚之前 你对马来西亚的认知是什么 我在来马来西亚之前 对他的认知几乎就是零 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了解 或者这里的人怎么样啊 风土人情是什么样啊 或者说甚至于安全与否 我都不太清楚 但是我是那种我自己想去哪儿 我不会去在意别人声音的那种人 所以挺大胆的 他刚刚就讲了 他完全一窍不通 对 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真的决定来的 对 那除了你自己本人大胆之外 你家人也挺大胆的 真的让你来 帮你走 因为我已经走习惯了 我从十二岁就一个人在外面 而且之前他走到美国去呢 更远呢 习惯了 所以大概已经习惯了这些 就是到处逗留 到处流浪 到处留情的生活 对 对 流浪可以 流情 可是我们都知道 你一开始来 你是想念书嘛 对不对 你当时的概念 是不是也有在想 我念书 我也同时可以尝试创业 其实来到马来西亚 我是学生签的身份过来 但是我知道其实马来西亚 相对于中国 它的学业压力小很多 那既然就这么轻松的话 然后我又 其实又不是那种喜欢躺平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点 可以做事情的点 那你出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的时候 你没有朋友 你直接创业的话 失败的几率应该是90%以上 那可能因为我以前是老师 我又没有什么 就是太多的创业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我最容易做的事情 一定是做自媒体 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开始去发一些视频 基本上我从去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 开始发第一条视频就开始爆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能认识到我 所以做这个事情呢 第一我没有成本 我一个人可以不花一毛钱的 就能做这件事情 因为从零开始 我尝试我觉得确实可以做 然后所以就持续往下做下去 去做这个自媒体 我觉得它的自媒体有一个东西 他抓到马来西亚的这个特色窍门 他面向中国的朋友 可是他说的是马来西亚的特色 对 所以他在讲的同时 我们马来西亚人看得非常有共鸣 真的 中国人会很好奇 对 有些事情说 原来在中国朋友的眼中 这是很奇葩的 这是很难接受的 对 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来到马来西亚你觉得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首先是在语言上 我不知道其实一个看起来 大家看着都像中国人的人 竟然可以说这么多种语言 这个应该是让我最震惊的事 我们虽然各自说的语言 可能主要语言不一样 但我们还是有办法沟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 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国家 它可以让这么多不同民族种族 然后非常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那你觉得马来西亚人对于你 身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个地方 我们对你的包容度如何呢 有没有曾经让你觉得特别有温度 我之所以为什么现在还在这儿一定是很想留在这儿 之所以为什么很想留在这儿一定是因为这里的人 让我感觉到很温暖很有温度的 就比如说其实你走到外面 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 你都可以很顺畅地开始跟他一个很好的沟通 他不会跟你有距离感 因为我们这里又强然都穿戳鞋短裤 对 就是很随意 然后跟你聊天也没有任何的距离感 就是都是很亲近的那种 包括你会去问路 大家会很热情地帮助你 有的还给你带路 我觉得这边人很好 就是愿意停下来去享受生活 观察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然后去关心身边的人 你会觉得你有一天会在马来西亚成家吗 好问题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相当多人好奇 其实我有一个 加密单身 我有一个很想要很理想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能在马来西亚一段时间 回中国一段时间 对因为中国它还是我的家乡 是我的祖国 所以我不会说我想可能一年十二个月都留在这儿 不能回家 就是我还是希望能每年有回家的时间 然后有在这边的时间 可以了 我觉得现在大概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所以如果对马来西亚的男生你的意见如何呢 马来西亚男生好啊 来来来 真好啊 真好啊 怎么好法 有什么优点 优点 我觉得马来西亚男生都很细心 很体贴 你觉得中国人来到马来西亚最喜欢的会是什么 如果我们说旅游 我先说旅游吧 旅游的话 旅游的话可能一定是这边的风景啊 它会有一个很震惊的是 哇原来国外的这个中华文化也很深 对 对保存的就都很好 尤其是我看到你有个视频 他就说原来马来西亚人庆祝 华人农历新年是庆祝两个月的 他们最震惊的一个东西就是走进商场 对 商场的布置对不对 对 中国商场没有 在新年的时候 没有就是 只是我可能会有挂一些小的灯笼啊 或者什么之类 但是完全没有这么隆重的去布置商场的这个新年活动 就比如说像那个 哇那个里面就是感觉布置的超好 对啊 弹簧 对 然后其他商场就 就也是跟着一起都做 但是在中国没有 我们这里比较少用微信嘛 嗯 然后你必须要调整一下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方式 这一点跟中国里面可能在有创业的时候啊 工作的时候啊 差别大吗 其实对于如果说对于创业来讲 如果中国人到这边来 这些多平台的使用会让他们很不适应 嗯 因为中国有一点就是用户集中化 嗯 然后平台集中化 就是我们想去联系一个人的时候 一定会通过微信 我们想去找什么之后 就是一定都会去看抖音 但马来西亚就不一样 你会有用什么微信 whatsapp 什么iMessage 就是等等 对行对 就很多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很集中的把你的用户群 集中在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平台里面 包括你去做社交媒体的时候 你也不能只做一个 对 如果我只做了小红书 那我就会丢了小红书以外 其他所有的平台 Facebook IG 然后TikTok 抖音也有人在用 是 啊对很多很多 是 对就是用户太分散了 近年来 在马来西亚也好 在海外也好 其实很多人都开始进军 在做生意啊 做电子的生意之类 你觉得以你自己本人 看马来西亚的客户群的一个观点 你觉得有什么是 潜力最大的 对 潜力最大的 其实我觉得最看好的是旅游 因为现在就是中马建交五十周年 然后马来西亚接下来我觉得会是一个旅游很大的风口 免签了嘛 以前中国人来可能又要考虑到签证啊什么的就很麻烦 现在马来西亚的政策就越来越开放 甚至到你现在就是直接通过机器了 你不需要那些人工啊什么的 就很方便 所以现在可能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中国人来到马来西亚 所有和游客相关的生意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 所以餐饮啊 对餐饮啊民宿啊 对就是什么酒店或者说办手礼 就是把马来西亚就是一些很传统 或者说它比较发达的什么农业啊 就比如说榴莲啊 比如说燕锅什么之类的 就做成伴手礼 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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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也非常多对不对 对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是你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你发现马来西亚人都说 我们华人啊 中国人就一定要吃这个什么传统的 结果你发现没有啊 在我国家是没有的 老生我以为是 就我到现在也不是特别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它是马来西亚 就是马来西亚的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它是马来西亚的 反过来也有很多人说它是广州的 是福建的 是什么香港的 所以我们我并没有找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但是在东北是绝对没有的 如果不说生意了 我觉得单说自媒体 其实它当然在某程度上 它也算是一门生意 但近年来在马来西亚 其实有好多人 开始创立起自己的平台 然后自己的social media YouTube 放了更多的心思 我觉得同样的 你觉得类似这样子的文化是好的吗 我其实不会觉得它是一件好或者是不好的事情 因为可能每个年代都是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的上一辈人 他们是去看报纸的 通过报纸去获取信息 那就是这些人可能就是做传统的媒体去写文章啊 然后去登报纸啊等等这样 那在我们的这个年代是通过靠短视频来获取信息 所以就会有了这么多人去社交媒体上搭建自己的平台做短视频 它只是可能时代的一个变更 但是现在确实会有一些年轻人 会觉得我当网红就好了 我不需要努力 我就是拍拍视频就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在舆论导向下 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些人 传达给能看到的这些观众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很重要 这点是可以分好或者是坏的 就是它的价值观正确与否 是我们很明显能感受到的 所以对你来说是不是 哪怕做自己的视频也好 做网红也好 内容还是你觉得最大的关键在 当然是 就是你能做的好或者是不好 然后别人对你的评价好或者是不好 跟你的内容都是极大的相关的 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公众平台上 他绝对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好评 所以你一定会面临一些好的声音不好的声音 那我们又不是人民币又不是马币 凭什么人人都喜欢我 很正常会有人不喜欢我 但是一个人好与坏的标准 不在于这个人喜不喜欢你 喜欢与这个人好不好没有任何的关系 不代表他喜欢我我这个人就很好了 他不喜欢我这个人就不好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正确 我行的端做的正自然会有喜欢我的人 我是觉得我站在一个很公正的这个角度去分享 为什么其实马来西亚我确实觉得它是一个风水宝地 所有东南亚该有的东西它都有风景 然后这个历史文化都有 包括它有其他国家没有的 就是这种中华文化的这个传承 它是除了中国以外 这种传承文化保存最好的国家 那为什么中国人很多中国人还不知道 甚至还会有中国人问 哇马来人说中文说的这么好 对每次都很常碰见 一定是因为我我是觉得 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一直很低调 它没有过度的去宣扬 或者是通过一些网络平台呀 私媒体平台呀去大批量的去宣传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马来西亚华人虽然多 但是很多人他不善于表达 他很畏惧镜头 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很多华人他都是哀人 我一看到镜头我紧张我说不出来话 你再让他去替马来西亚说话 去传承他自己这些文化 就是到中国 就对他们来说挑战也很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来马来西亚 我看到的这种情况 我是很想替这个国家去发声的 我是很想让我的祖国的更多人知道 马来西亚的人是好的 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是好的 包括就是他这些就是祖辈 曾经对中国做出的那些贡献 中国人真的是不知道的 非常感谢你啊 其实我在看你的社交平台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说我也更深一层的了解马来西亚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通过别人的眼睛 才能够看到自己 对 这一点很重要 是 然后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化是这个样子 但通过别人眼睛你就会发现 它的特别特殊性是什么地方 通过你的眼帘才看到不完全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那么珍贵那么美好 我觉得很需要类似像你这样子的平台 跟博主出现 透过有类似像你这样子 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时候 感觉好像可以把我们 原本就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 放得更美一点更好一点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 请继续放大 接下来不用用眼睛可以用放大镜 这很感谢Gigi今天陪我们聊天 很开心跟你们聊天 谢谢你 我一直觉得这个很好吃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个也好吃